茶葉蛋派對 哇這款遊戲到底是 《茶葉蛋大冒險》的盜版呢 還是《茶葉蛋大冒險》團隊的正式續作 新作品新遊戲呢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喔 喔 他的關卡感覺 不像之前玩過的《茶葉蛋大冒險》盜版 感覺還蠻 蠻精緻的 應該 應該是他們團隊的真正的續作吧 相信大家非常期待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你們看 還有這麼多的人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呢 將近八成啦 那八成的人如果全部都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我相信我們很快就可以突破20萬訂閱的 如果這裡有任何一點讓你喜歡的內容 就放心點下訂閱吧 訂閱是免費的 那就讓我們直接開始吧 第一關 第一關叫做進入傳送門就過關了 欸他的 他的外觀 他的操作介面感覺真的挺精緻的 喔 應該不是盜版吧 我猜應該不是盜版 過了 哇 啊 這麼精緻應該不是盜版吧 應該不是 喔 喔喔喔 我要一次控兩隻 茶葉蛋 哇 這款遊戲是這樣子的 喔喔喔喔喔 茶葉蛋派對 要跟著女朋友一起過關 喔喔喔 所以這個一定是 一定是他們團隊的最新作品 好那 這個 可以先把女朋友送上去嗎 可以 喔喔 一次控兩隻茶葉蛋啊 來來來 哇 過關 同時踩下兩個按鈕 等一下喔 怎麼同時 喔可以 過來了 然後勒 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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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男的茶葉蛋過去 然後再讓女生茶葉蛋過去 再讓小花過去 喔喔喔喔 過了 這個新模式好玩耶 不要讓小黑進門 好我知道了 那怎麼做呢 等一下 喔喔喔 好好好小黑 哈哈哈哈哈 小黑被我解決掉了 走囉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對不對 嘿 啊 等一下 還是不是跟真正的 茶葉蛋大冒險一樣 是可以 可以凌空跳躍的 欸 果然 果然 只要可以凌空跳躍 就是正版的 茶葉蛋大冒險 團隊做出來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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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好距離 OK 我們要調整距離 好 啊 調整距離喔 不能讓小花摔下去 等一下 這樣可以嗎 喂 喔 有了 兩個一起過 有了有了有了 兩個門都過了 進入傳送門就過關了 好 好 這個應該 呃 呃 不難不難 欸 等一下 出事 等一下 來來來來 這關需要 需要 彩蛋 彩著小花的頭喔 不然過不去 小花都跑到這裡了 這樣不對了吧 重來重來 走錯了啦 欸欸可以可以可以 欸有了有了有了 欸 欸過來了過來了 這個也過去 欸有了有了有了 哇 關了 呃進入傳送門 OK 好 好好好 兩個人都下來 然後我再想想要怎麼辦 嘿 嘿 欸有了有了有了 欸小花先過 哇 出事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啦可以啦 哈哈哈 很難跳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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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高高 第九關 等一下疊高高 好喔 所以 嘿 嘿 一次要控兩隻彩蛋 小花先過 過啦 不難啦 困難啦 很好玩 很好玩 進入傳送門 過關 先把小花弄上去 嘿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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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再來再來 過關 一死關 一死關 過啦 耶 哈哈哈哈 很好玩耶 這個新模式 很好玩 踩到會怎麼樣 踩到是電梯 小花需要電梯 呃 怎麼辦呢 有啦有啦有啦 這個高度可以喔 欸 過了 再來 一次扣兩隻彩蛋 真的需要思考一下 真的需要稍微思考一下 再來這個嗎 喔我想到了 等一下喔 好調整好了 合體 哈哈 哎呀 哎呀 哎 都過了 同時進入傳送門 才能過關 哎唷 等一下 這樣子 好 哎 我可以 我可以用下面這個 我可以利用下面這個 這個坎來 來調整這個距離喔 可是 要同時進入的話 可以可以可以 啊有啦有啦有啦 有啦有啦 喔這關又是要同時進入傳送門 才能過 走這裡好了 我們這次走這邊 好 好 欸欸欸欸 調整調整 好 好我們上 我們上 欸喔 哈哈哈哈 要思考一下 要思考一下 這個的話 這樣子讓小花過去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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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當茶菜單要往 往另外一邊走的時候 當小花要往另外一邊走的時候 當小花要往另外一邊走的時候 茶菜單就到這邊 欸可以嗎 等一下喔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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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花過去 有啦有了 下沒關 以十六關 進入傳送門就過關了 進入傳送門就過關了 唉唷 等一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怎麼回事 不能這樣過啊 好我們我們再試一次喔 這個箱子這樣不行啊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樣就過了 喔喔喔喔喔 搞定 搞定搞定 原來如此這個箱子可以頂著的啊 喔喔喔喔喔 要思考一下 要思考一下喔 過了關了 再來是 進入傳送門就過關 OK 小花的傳送門在那邊了 這垃圾桶可以推嗎 不行 所以要讓小花到 要讓小花到頭上 等一下喔看要怎麼辦 煩了啦 好 小花你就過去吧 差一點的 好過來過來過來 再來 欸這個好玩欸 這個新的 新的 茶彩蛋大冒險好玩 茶彩蛋派對啦 茶彩蛋派對好玩 微妙的平衡 啊 出事 好啦我們再試一次喔 欸 一開始這個 茶彩蛋這樣子跳過去 應該沒有錯 然後要怎麼讓皮蛋過關咧 不是怎麼讓皮蛋過關 皮蛋應該不能過關 我試試看能不能用手點這個氣球喔 喔喔可以耶 原來這關 這關可以用手點氣球阿 喔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OKOK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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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搞定了吧 欸欸欸欸 喔原來如此 要用手去點那個氣球啦 欸什麼 欸 這關皮蛋也要喔 呃 我失敗了 哈哈哈哈 所以要讓他平衡在一個 呃完美的位置 喔這關很難喔 來來來來來 再試一次 茶彩蛋在這個 欸 茶彩蛋先過 茶彩蛋在這個氣球還沒碰到之前 就要先把它點掉 好然後再來 欸 欸過來了 欸過來了 欸 三隻都過來了 哇 怎麼辦阿 好欸 哈哈哈哈 再來是什麼 進入傳送門就過關 有 同時有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的 這關我大概知道怎麼解了 把小花關在裡面就搞定了 小花關在裡面他就可以同時控制紅色跟藍色 OKOKOK 欸 欸有有有 欸 欸有有有 再來一堆畫 欸 等一下喔 有了有了有了 開這個門 再來一堆畫 我想想 茶彩蛋下來 幫他幫女朋友開門 可以 等一下喔 好這樣子女朋友就可以進門吧我想想 可是女朋友進門之後要怎麼辦呢 喔可以女朋友進門可以 我先把女朋友送進去然後自己採這個綠色的 這樣我就可以自己跳上去 欸有了有了有了 過啦 思考一下 我覺得這十九關不用考驗操作 比上一關簡單一點 第二十關 進入傳送門就過關了 嗯 這關看起來就非常非常難的樣子喔 這應該是 茶彩蛋派對的 最後一關 我想應該是最後一關喔 然後這個 這個怎麼過嗎 等一下喔 OKOK 我先把兩隻茶彩蛋排在一起 兩隻茶彩蛋排在一起 然後女朋友上去 OKOKOK可以可以可以 喔可以喔可以喔 再長一點 欸再長一點 再長一點 有啦完美的距離可以 欸 男朋友 男朋友上去 奇怪有有無形的東西擋住我 好欸喔可以可以可以 再來是男朋友去按這個藍色的按鈕 我靠這個 OK我靠著這個 這個牆壁喔 男朋友靠著上面這塊牆壁 慢慢的把女朋友推到最右邊 好了這塊磚頭 女朋友慢慢的移到右邊 移到右邊 如果不行的話也可以移到左邊 欸欸欸 欸好 完了出事 啊不行這樣不行 忘了把自己的那個門打開了 我在把女朋友送過去之前我要先做一件事 因為如果 茶彩蛋跳下來以後 這個門就沒有人可以開了喔 他為了過關還得先開一下門 喔有了有了 OK這樣就可以了這樣就可以了 過了 耶 過了 哇 都過了都過了 過關了 好沒有下一關了喔 沒有下一關了 沒錯 我們20關全通 好的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離開錢呢 記得點下鈴鐺大的讚 還有你的關注 你的訂閱你的小鈴鐺 我是Morisa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